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 下面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过去一周值得关注的事情 我们下面开始 首先我们过去周里面会有一系列的文章和大家盘点一下 历史上那些成功或者失败的操作系统 目的是聊华为的红木 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两年 因为美方制裁的原因 大家特别关注中方企业如何去应对 那么首当其中的就是华为 华为这边祭出了所谓隐藏了多年的备胎系统 也就是鸿蒙 你这个系统真的存在吗 是不是你就拿出来吓唬吓唬人而已 是建在弦上即将发生 过去这十几二十几年间 咱们国内有大量的企业都曾经想要 做出自己的硬件的芯片软件的系统 这可不是一个两个啊 为什么这一次华为被人们寄予如此高的一个厚望 因为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 华为在全球的销量方面实际上已经来到了第一名 超越了曾经的对手 尽管是在出货量方面 可能利润还远远不如 所以当一个全球排名第一的手机企业想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 那我觉得大家对于他寄予厚望 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 这几亿台华为的设备同时使用一个新的操作系统的事 是不是他就有很有可能 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 就算咱讲白一点啊 比如说美方威胁 他说你们谁都不允许用华为那个操作系统 我华为也不和任何人去合作 我就是我旗下的搭载华为品牌的荣耀品牌的这些手机 只有这些当鸿蒙操作系统 因为这个数量级不少 这个数一台的数量是为了打动那些开发者 当你的数量级来到一定层级的时候 就有开发者愿意为你开发软件 就是因为有几亿台华为手机 有可能一夜之间换装鸿蒙操作系统 这是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我们国内的用户 对鸿蒙操作系统比较乐观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我们可以随意盘点一下那些曾经死去的操作系统 哪一家后备都是巨头 随便说诺基亚 安兴 摩托罗拉 黑莓 爱立信 随便拿出一家厂商都是响当当的 而且不止一家都是当年的全球排名第一的巨头 你会发现他们和华为所处的角色 是很像的 为什么他们砸了上千亿的之后还是失败了呢 所以最近的一周里面 欢迎大家关注科技美学的微信号 我们会用一个系列的文章 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曾经的那些巨头 他们投入巨资所打造的操作系统 为什么失败了 那么在他们失败的过程当中 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 能够吸取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差不多我们也就看到这里 第一个华为这个部分 华为的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内容 这边的话还是有相关的和华为相关的消息 我们看到这边美方的制裁范围是比较大的 英国这边也会有一些变化 不光是英国还有人口大国印度都是这样的 他们也都先后禁用了华为的基础设施 在这两个国家 据我所了解 目前主要是诺基亚提供了后续的服务 咱们要说清楚 后续的服务很有可能是重新建设的 而不是在华为设备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 还有在过去周里面还有华为的新品的曝光 华为的新品的平板电脑 我们知道平板电脑 特别是安卓阵营的平板电脑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因为被苹果的iPad打得连妈都不认识 所以各大安卓阵营厂商几乎都不再力推自己的平板电脑 因为卖不出去 那么在这些厂商当中 只有一家还在每一年连续不断的推系统 就是华为 说实话 之前我也不是很看好华为推平板电脑 因为安卓阵营的大屏幕 APP的体验实在是太差了 从前两年华为推出了平行世界那个功能之后 让我对这个事情稍微有所改观 没想到在安卓阵营厂商里面还真有一家 在持续的去改进这个系统 而今年大家都知道就是疫情的影响 疫情的影响使得整个市场当中所有的平板电脑销料都曾紧喷式的增长 不光是苹果 原来已经不再推平板电脑的厂商 也开始重新再推平板电脑 在线教育 在线会议 这些功能都是平板电脑更具优势的 目前最新消息的话 华为也还是会继续像往年一样 去推自己的新的平板系统 好继续 这是华为的平板 最新的专利显示 华为很有可能会推出下一代的折叠屏的机型 华为的前两代 一代是Mate X 一代是Mate XS 这两款折叠屏机型采用的是外翻设计 外翻设计的好处就是它是单一一块屏幕 并且屏幕的面积更大 很有可能它的下一代产品 也就是华为Mate X2 这款产品 可能会采用类似三星内折设计 如果是内折设计的话 那么就是内部屏幕 外部是小屏幕 它的好处在于 折叠之后 内部的屏幕就不用考虑划痕 好 那我来问问大家一下 就是你个人更倾向于华为之前所采用的外折方案 还是更倾向于三星所采用的内折方案 当然这只是爆料 是不是真的推出 目前还是不确定 好 那么关于华为的折叠屏 最近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 是什么呢 这个十一中秋佳节 这段时间 你们公司 或者你们单位 你们团队 发了什么东西 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 发了个通知 告诉十一加班 就是腾讯事业部 腾讯的PCG平台 与内容事业群两周年纪念 买的是华为这一台 售价15000 是15000还是16000 我有点忘了 反正就是1万多块钱的手机 一共发了1万台 腾讯给自己的员工 花了1.5亿 发了1万台折叠屏手机 这个消息 也就是华为的折叠屏手机 关注 我又酸了 是吧 下面是华为的NOVA系列 这是华为NOVA系列的新品 NOVA 14 以上就是过去周里面所有关于华为相关的消息 我们都跟大家聊到这里完成 再来看 下方的消息是关于百度 百度网盘 我先问一下正在看咱们直播的同学 使用百度网盘打个1 从来不用十到一盖 从大家的弹幕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百度网盘在国内的保有量还是非常大 就说明大多数人都用过百度网盘 因为没有可选 百度网盘在咱们国内的市场份额超过了82% 是唯一的巨头 排名第二的腾讯微云 连10%都不到 再往后是三大运营商的 有人说我就不用 当你在网上搜资料的时候 基本上就给你一个百度网盘的链接 你不用 你不用不行 你说你不吃饭 对不起 这条街上就这么一家卖饭 你吃不吃 但是百度突然发布了一个通知 百度网盘空间调整通知 从2018年12月到2020年10月 如果你没有登录过你的百度网盘账号 那么你的2TB的存储空间将会调整为100G 说的很清楚 还是要通知大家一下抓紧时间 当初推广的页面 2T空间离线下载 永久免费 欢迎大家来进入领取 永久免费 这四个字 如今看来显得是分外的显眼 对吧 阅读原文在这里 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好了 有同学会说 百度网盘现在是怎么想的 一家独大之后就开始飘了 网门分析是有额外的原因 一个月前有两大巨头高调宣布重返网盘领域 第一个就是阿里云 阿里云是国内最大的 而且是全球排名领先的云服务商 咱们国内大多数的网站域名 都是从阿里云这边来 没听说马云做网络 这咋回事 怎么一下子他变最大 很简单 因为阿里收购了万网 万网是原来国内排名第一的网络服务商 阿里把万网收购了 目前是国内第一的 阿里云准备重返个人网盘这边 整合他的云端服务 第二大巨头 迅雷云盘 迅雷云盘现在其实已经上线了 有一些用户已经可以申请了 这云盘是直接整合在他的下载 新版的迅雷当中 有一些程序 你不想下载的时候 就想留着 你可以直接把它转存到云盘 有时间再下去 这两大巨头 斜着各自领域里面的能力 重新返回到网盘这个领域 百度的竞争又来了 对吧竞争对手来了 你应该赶紧讨好用户 你是用户赶紧来 减费再送你两个T 这才能争取用户 对不对 好几个T 百度希望你回来 你至少登录一下 增加他们的月活量 百度这次的目的 并不是要收回这两T的空间 一个做网盘的公司 你这两T还算个事吗 我要的是你回来登录一下 对吧 你记得还有我这么个人 你别把我忘了 对吧 好 那么关于iPhone12的话 过去一周里面 还是有零零散散的信息爆出来 但是大家现在看的有点太多了 是吧 基本上已经习惯这个外观了 至于从产品方面 还是有几个版本 不光是有一款产品 那么12呢 是由12和12 Max Pro呢 是由12 Pro和12 Pro Max 除此之外 还有iPhone12 Mini 也就是说iPhone12有三款 Mini 12 Max iPhone12 Pro有两款 分别是12 Pro和12 Pro Max 这么一看的话 至少会有五款产品 这是苹果 另外呢就是1加8T 1加8T的话呢 也会在本月末召开发布会 那这么算起来的话 这一个月啊 就整个这个十月份呢 就至少会有三场重磅级的发布会 它们分别是 苹果iPhone12发布会 RWiMate 40发布会 和1加8T 所以这个十月就不用休息了 是吧 那么在过去一周里面呢 还有小米 小米新品电视 小米大师系列呢 之前发了两款 然后他们又发布了82寸的两款电视 其中一款呢 是Mini RVD 也就是下一代屏幕基准的电视 超量8K 而另外一款呢 同样是超大屏幕82寸 对于小米来说 看起来它是要在电视领域的 一款呢 是定价49999元的小米电视至尊纪念版大师82寸 一款呢 是定价9999元的大师82寸 好总之呢 这是小米布局它们的高端电视里面 咱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呢 小米的电视呢 从几百块到几万块都已经做了布局 应该说布局的是非常完整的产品线 期待小米呢 未来能够有更多高端的电视 在万元以上的市场站住脚跟 最后呢是罗老师 罗老师的话再次上热搜 就是说罗老师还的这个4个亿呢 并不是完完全全通过直播还回来 它有一部分呢是知识产权出售 还有一部分呢是直播团队 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总在一起 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人 不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就听说罗老师一年直播两个亿 两年直播四个亿 我们也去直播吧 好吧总体来说 罗老师在直播这个方面 不是说说而已 真真实实的每周从直播一次 到现在每周直播三次 而且呢在直播的时候呢 还发觉各种各样的年轻主播 和他一起来完成工作 并且呢也和众多的大品牌来做合作 好了那么过去周的所有的事情 我们也就简单聊到这里了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录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呢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呢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呢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呢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 回答大家的问题 用户说 当初你不是说永远在一起吗 我说说吗 你怎么当真了呢 当初你不是说永久免费吗 是啊我一直没收钱 我没收你钱 但是我也没说永远为你服务 是不是 领会精神啊 之前老罗老师欠6个亿是做手机欠的 欠6个亿做手机 做直播呢 挣了4个亿 这里外里就是10个亿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假如说老罗当年没做手机 直接做直播 做完了直播 挣了几十个亿之后 再回去做手机啊 是不是这个发展的事情会不一样 看下同学们弹幕啊 那不行啊 还是得先做手机 要不然没人认识他 还有同学说 太谦虚了啊 还4个亿 不代表赚了4个亿 可能赚了5个亿